詞曲 李宗盛 恭請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蓮生活活 傳法開示 我們敬禮 了名和尚 沙迦正空喪失 十六師道寶寶王喀瑪霸 徒登大吉喪失 敬禮坦承三寶 敬禮今天的父母祖尊 葛路頂 俊姆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的尊贵的贵宾 驻美国西雅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廖东周大使及夫人跟她的贱宿 My second sister and a husband My three sisters, Lugoin and a husband 中兴新村荣景促进会理事长史祝贤先生 南投市光华里长王淑美女士 中委会法律顾问楼日良律师 房叶秦律师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石仪教授及夫人 陈文文女士 另外这个立委马文君 他本来是要来 但是今天刚好是宋楚怡在南投 那么吴敦义也在南投 所以马文君要陪伴他们 他都等一下会赶来 另外还有给你点上新灯的制作人 西亚奇师姐 另外还有在外面修行将近十年的起重先生 准备他的母亲 及他的母亲 今天呢 我本来是在祖庙西雅图 那么受到这个廖大使经常的这个关照跟照顾 佛益良多 他的这个资费是很高的 他的资费是很高的 他是我们在北美那边有几个州都属于他管辖的 包括法盛顿州啦 欧罗根啦 这个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还有这个欧海尔 另外还有一个 一个州我始终忘掉了 那是在房石公园 房石公园 Yarrowstone Park 那个州 那一个州 那一个州我始终记不起来 那几个州都是属于这个廖大使所管辖 那么他的这个办公室就在西雅图 他是我们西雅图雷藏寺永远的贵宾 永远的贵宾 很多次的法会 还有很多次的父母 他说清零 而且他还介绍很多的 这个中外的高级的贵宾 到我们西雅图雷藏寺 那么我们西雅图雷藏寺呢 的所有的一切法务啊 都是廖大使本身在帮忙跟支持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一个这个最大的鼓励 也是谢谢他啦 谢谢他啦 他刚刚比的琐事是 I love you 他爱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雷藏寺 所有的同盟 他都爱的 I love you 先报告几件这个 一件这个法务的事情 这个中委会的通告 世界生活中中物委员会 印尼办事处正式成立 正式成立 在公元2011年 世界生活中中物委员会 在印尼亚加达 正式成立办事处 目前首相的要务是 护持筹办 这个就是圣尊联圣佛佛在2012年 所主持的十人金刚 金刚念法的这个法务事宜 希望各界共同扶持 这个印尼办事处 那今天我们修的主尊 就叫做 在中文里面 它翻成 嘎罗罗天 嘎罗罗天 其实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大盆金刺鸟 大盆金刺鸟 也就是又叫做 这个鱼刺鸟 鱼刺 不是我们吃的那个鱼刺 是乙毛的鱼 为什么那个乙毛的鱼 是珍贵的 因为它的乙毛非常的珍贵 又叫珍刺鸟 又是鱼刺鸟 又叫金刺鸟 它的名称很多 那么这一尊 我告诉大家 我们以前传过大盆天丸 大盆天 大盆天的坐骑 就是白鹅 七只白鹅 鹅就是故事 英文叫做故事 这个大智在天 它的坐骑 就是白鹅 白鹅 就是 Fly cow Cow E the cow Don't eat the chicken 因为我是属 我是属鸡的 那师母是属牛的 E the cow Don't eat the chicken 这个 大智在天 它的坐骑 就是大白鹅 那么保护神 比斯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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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偏近天 它的坐骑 就是大盆金刺鸟 大盆金刺鸟 是印度教 其中的一个大神 你看印度人 印度 你知道那个鹅 大盆天的鹅 它是吃的 牛 它们很尊敬 大智在天的牛 它们很尊敬 大盆金刺鸟 是不显现的 但是 很奇怪的 这个印尼的国徽 就是大盆金刺鸟 它就叫做 Garuda Garuda 我常常想 印度 印尼 这两个名字 印度尼西亚 它这个国家的名字 印度 印尼 只差一个字 只差一个字而已 在中文上讲起来 只差一个字 结果 这一尊 Garuda 被印尼当成它国家的国会 等于是国会 事实上 密教 佛法 曾经传到印尼 印度教也曾经传到印尼 所以你到巴黎岛 你就可以看到 巴黎岛的信仰 是印度教 另外 有一个时代 整个印尼 都是密教 很早以前 你看在那个 我们经常唱 蒙古湾 Solo 那个Solo 有很多的佛教的宝塔 在它的 另外在它的一个地方 叫Zeno的地方 Zeno Solo 这附近的地方 有一个波罗浮屠 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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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波罗浮屠 是密教的曼陀罗 上回我们讲过 这个密教在印度 曾经有阿底侠尊者 到印尼 到了印尼 那么有荆州大师 也到过印尼 从传法 所以印尼那边圣传 将来有一个人念一个咒 Om Guru Nen Sen Siti Hom 你们所有的人 都要信仰 所以印尼现在的原住民 归于我们这个正佛中的 有很多的村庄 全部都是归于的 一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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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几万人 都是归于正佛中的 阿底侠尊者讲 将来有一个念 Om Guru Nen Sen Siti Hom 到了印尼 他就是我的再来 这个大鹏金翅鸟王 在异类当中 因为它属于这个鸟形 鸟的形状 在异类当中 他的法力堪称第一 所以今天大家来啊 在这里受惯顶的有福了 因为你们一定会增长法力 增长智慧 增长智慧 卡路达本身的翅膀 有几千里长 本来我看今天的电视 今天各地除了有一点这个北方 南方 东北方 有云以外 其他都是晴天的好天气 大晴天出太阳的好天气 今天一看 原来是这个卡路达本身的翅膀 把整个台湾全部盖住了 他的两个翅膀伸长有几千里长 他只要舞动他的翅膀 就形成台湖 他的这个 大家没有拍手 因为大家不喜欢 不能有台湖 他吃的食物啊 就是龙 所以这个在佛教的经典里面 记载非常的清楚 他的形象 两只手都抓着龙 他的嘴巴都含着龙 所以龙王啊 八大龙王 哀哀苦叫 跑去跟释迦摩尼佛讲 我们龙主啊 叫做哪嘎 哪嘎 哪嘎 快要灭亡 我们龙主快要灭亡 佛陀就问他什么事 释迦摩尼佛很慈悲众生 那你们龙主有什么事啊 来求我 龙主就讲我们快要灭主了 为什么 因为大鹏金吃鸟快把我们吃光了 龙本身是叫做大力为龙 他本来有很大的法力 他都输给这个 都输给他的 龙都变成他的食物 那释迦摩尼佛很慈悲 他那时候就 compromise 就是协调 当协调会会长 他就是释迦摩尼佛是协调会会长 这召集龙主 大家来开会 召集这个 嘎鲁达 来开会 他就问这个嘎鲁达 我讲得很清楚 大家听清楚 你以后可以不吃龙吗 嘎鲁达回答 No 那龙是最好吃的 这个而且他龙本身很强壮 力量很大 我吃了龙我法力就增长了 飞行一信间绕地球 这三百六十五天 这个地球 这个转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 我就形容一下他的力量的大 只要翅膀一张 他就绕地球很多圈了 那个龙就在旁边哭 他没办法 他说我们都快要完蛋了 都被吃的剩下差不多了 龙子龙孙哀哀求告 佛陀你要救命 这个释迦牟尼佛实在是想不出办法 因为他除了吃龙以外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吃 他最大条 也可以讲 最大尾 龙是最大尾 他像吃龙可以 其他他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吃 像我们今天放那个 这个卡鲁达 旁边的两只那个鸽子 这不够他一口 塞在胃旁边而已 所以他一定要吃龙的 这个龙主他是突然间 龙王想出一个答案出来 他跟释迦牟尼佛讲 我终于想到了 他说你想到什么 我要请问这个卡鲁达 你把我们吃完 对你没有益处 卡鲁达很奇怪 吃完怎么会没有益处 他说你把我们吃完 你吃什么 卡鲁达一想 也对啊 我把你们吃完 你们都快要完蛋了 那我将来吃什么呢 我缺乏粮食 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想 他说我勒令 将来我的佛弟子 每一次在供养的时候 先以这个若银供养 什么叫若银供养 是供养的东西就像天上的银 那么多 叫做若银供养 第一个称呼的 就是你的名字 大鹏银供养 我这个大鹏银供养 听说他排在第一名 他心里就很乐 他说你说说看 那个将来怎么样子 他说将来我勒令所有的 未来的佛弟子 在法师供养之中 第一个念你的 大鹏银供养 银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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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细充满 大鹏银供养 旷野鬼神众 罗刹鬼子母 甘露细充满 奥木地所哈 然后化成若银供养 供养你 第一个供养尊 就是大鹏银银银鸟亡 这时候 这个 甘露细兰才同意 同意 说好 那你以后就发食给我 他第一个吃的 就是若银供养 像银一样的甘露 他说这一个是最清净时的 增长智慧跟法力的 另外最清净的 最清净的 最美味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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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供养 甘露以后 佛 帝子发食出来的 甘露以后 他就很安稳的 留下了龙主 到现在 现在龙主 龙孙 龙王 这个龙子 龙孙 还继续存在 那么这一尊的手印 就是结成像鸟翅旁的那个印 大家知道 这一尊的手印 他的手印 那么他的咒语呢 就是 Om Ga Sipo Sopha 他的观想 就像这个 现在目前 跟汤卡上的 这个 Galuda这种形象 有了这三个形象 我们就可以修相应法 这个 他本身 他可以用他的翅膀 遮住所有的灾难 所有的他的翅膀 是七宝所成 七种宝物 所成的翅膀 所以他可以遮止 所有的灾难 就是熄灾 因为他 这个Galuda所放出来的 七宝的光 可以促进这个敬爱 促进这个敬爱 他这个光所造之处 就可以做成 给众生造福 就是等于加持众生 有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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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Galuda的这个 他本身可以习灾 可以争议 可以敬爱 因为他本身的法力很大 神族很强 一念之间 他可以绕地球 很多周 神族很有法力 而且他的嘴巴 他的指 可以降磨 他的指 他的手指 可以降磨 可以把磨抓住 抓在他的手上 他可以用他的嘴巴 可以逐退 所有的磨焰 所以也能够热令 怨敌退散 他的降伏法特别的好 所以我刚刚念了 以他的翅膀 沉在我们报名的优民众生 到清净的佛国 他的飞翔 可以飞到清净的佛国 他也是偏进天的坐骑 偏进天 也就是彼尸奴 他本身的坐骑 这个很奇怪 这个印度跟佛教的佛菩萨 都有很多的宠物 宠物 你看文殊菩萨 他的狮子就是他的宠物 普贤菩萨 他的像就是他的宠物 他起一座像 这个每尊佛菩萨 几乎都有宠物 像宜兰观音 他的宠物就是飞翔 这个熬龙 熬龙就是鱼变成 鱼变成龙的 鱼化为龙 他骑在这个鱼上面 就是熬龙观音 他的宠物就是 一种鱼叫做龙 又是鱼 又是龙 很多的菩萨 你稍微注意一下 像地藏王菩萨 他就有一只地听 像犀牛一样一个角的 他有一只坐着地听 你注意一下 都是有宠物的 这也是很特殊的 他本身的法力 在所有的异类 我们为什么称为异类 因为他不是人 叫做非人 非人就是异类 他不是人 不是佛的形象 不是菩萨的形象 不是阿罗汉的形象 不是所有诸天的形象 它是属于异类 异类当中 法力最大的 強烈板 叶龙 吸了这一尊 很容易相应 今天我讲一个很简单的 今天我们到中午吃饭 要上台湾雷藏寺 釜山台湾雷藏寺的时候 中午吃饭 就在好小子 好小子 有冷气的那一间 那个好小子 一只蝴蝶啊 门关着一只蝴蝶 从那个门后里面钻进来 很难得啊 那你又没有花 怎么跑进来一只蝴蝶呢 黑色的大蝴蝶 很大的蝴蝶 在我们那个 就我们这一桌人吃饭而已 看到人几手 你看嘛 要好 挤高一点啊 都没有人看到 就这几个人吃饭而已 还有底下也有 底下也有 法师也有 在家祭司也有 就在那里吃饭 黑色的大蝴蝶飞进来 在我们室里面绕啊 我就偷偷问一下 是谁附在你身上啊 就是嘎鲁达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嘎鲁达 要介绍这一尊给大家 这个念诵法给大家 他就在今天这个吃饭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已经就来了 刚刚在这里做披甲附身啊 那个金刚守菩萨 前面又有嘎鲁达在 所以我们披甲附身啊 等于两个 金刚守菩萨又有嘎鲁达尊者 他又马上跑到我的身体里面了 所以这一尊的法力啊 是No.1的 在飞人当中 法力是No.1的 跟这一尊相应啊 这个佛果哪里不能去 他只要他一来 用一载你 他翅膀闪三下 就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哦 真的很重要哦 今天还要 哦 阿弥陀佛 四点四十六分 哦 要五点啊 我念一念吧 念一念这个六祖禅经 这个六祖在七月八日 突然间跟门人讲 我要回到新州去 如等树里周期 你们赶快准备船 车船的意思 这个所有的门人 就一直在慰留他 六祖就讲 所有佛的出现 都要出现涅槃的 将来都要涅槃的 像师尊现在坐在法座上 将来也要化成灰 然后到西方进 到西方进去 过清明节 这个有来有去 你只要来了 你一定会有去的 不会永远住在这个 沙泊世界的 礼仪当然 这个道理是 当然的事情 他讲他的形体 将来一定有所归 一定会回去的 众门徒就讲 失从此去 早晚可回 你去了以后 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 六祖就讲 夜落归根 夜落归根 现在我也好像 夜落归根一样 来时无口 来的时候 将来再来 没有口 什么意思 大家讲来的时候 难道他没有口吗 没有嘴巴吗 没有嘴巴吗 其实他是这样子讲 将来再来 也等于没有来 这个是属于有禅意 也属于等于有禅意 这个所有的弟子又问 正法延长 传父何人 你这个禅宗的法 禅宗的正法延长 到底要传给什么人 六祖就讲 有道则得 你有了道 你见了道 得了道 你就得到了 你就得到这个正法延长 就付给他了 无心则通 你没有心 无心道人 你知道什么是心 明心 你明白的心 知道无心 这个就通了我的宗旨 这个门人又问 后莫有难否 将来会有什么灾难呢 这个六祖他又讲 我灭以后 五六年 当有一人来起悟首 有一个人会要他的脑袋 听悟寄言 头上养青 口里西餐 溢满之难 阳流为官 他讲了这个祭 你们要记得 六祖以后 祭祭应验 每一句话都应验 我是 我是常常在想 这个人死后 还有人来起他的首级 这个恨很大 这个恨 这个是不得了的 所以今天 这个联华生大师 宗科巴大师 密教的所有的祖师 被毁谤 被这个样子 很简单 很好想 运圣导师 也被毁谤 很多师父都被毁谤 很好想 很好想 这个是 叫做 J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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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基督 就是吃醋 一定会的 所以被毁谤 非常的正常 没有毁谤 但是奇怪 没有毁谤 才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被毁谤 是非常正常